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宝衣 早 还有脸跟人打招呼呢 哪来的贵味啊 就是 宝衣 之前瞒了你 是我不对 我跟你道歉 瞧瞧 咱们金玉蓉这副楚楚可怜的样子 看了 还真让人心疼啊 收起那副假面具吧 我可不是那帮蠢男人 不要以为你有了赵正南这个靠山之后 我就不敢动你 要么你给我待着 要么就给我滚远一点 哎 吴宝衣 你不要太过分 大家都是同学 即便有过节 你也不能动手啊 哎 没事吧 我眼镜了 梁班长 不要多管闲事 就是 就是 学你的习 看你的书 老老实实当你的班长吧 你 吴宝衣你 好了好了 宝衣 你对我有意见 冲我来 咱们单独解决 你别把愤怒发泄到无辜的人身上好不好 你们大家都给我听好了 从今天开始 谁要是和金玉蓉走在一起 谁就是我吴宝衣的敌人 不要怪我没有提醒你们 上课了 上堂课我们讲到哪儿了 吴宝衣同学 你回答一下 上节课 我不知道 好 金玉蓉同学 你回答 上节课讲到 血管缝合书的要点 坐下 吴宝衣 你也坐下 作为同班同学 要珍惜同窗的缘分 不要听些外面社会上的流言蜚语 更不要对自己的同学侮辱和打击 下面 我宣布一个消息 根据你们班前两次考试的成绩累疆 你们班成绩前两名的学生 获得了本年度北洋大学的奖学金 这笔奖学金将在下星期举行的学校学生大会上 由校长颁方 第一名 第一名 梁博文 第二名 金玉蓉 希望这两名同学借交借造 继续努力 其他同学不要气馁 要继续加油 要勇于赶超他们俩